强调爸爸连战绝对挺韩 到底广播节目专访 连胜文也不忘帮韩国瑜破除草包标签 但话锋一转却又亦有所指 大家都很聪明 每个人都会去计算说 自己将来想要干嘛 国民党没有选拟 你自己一直独秀 你自己真的就算你2024年 能出来又怎么样 你怎么算来讲越算票越少 连胜文化中有话 而他指的这些聪明人 似乎就是他们 不管是过去韩国瑜在三重造势 还是太太李嘉芬代夫出征 综合爬爬照 就是不见新北市大家长侯友宜出面相挺 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但还有他 广告刊版都挂好一阵子了 国民党立委深深患的韩朱沛 但朱立伦却始终这句话 不存在的事情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国庆就不用谈这些不存在的事情 不止一次让怀有韩朱沛期待的人碰软钉子 恐怕也是看到韩国瑜民调不断下滑 会拖累自己的政治生涯 前提是这个船要有胜利的可能 大家才会愿意上船 要留在市议会没有留在市议会 要访美没有访美 这些建议都不听 然后又不断犯错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要上这艘船一起乘 蓝营青年军点出关键 问题还是出在韩国瑜身上 国民党各个山头恐怕还是各自算计 继续当连胜文口中 替自己盘算的聪明人 三菱华大夫 周凯 台北报道